在独裁国家当中,政府拥有极高权力,通常会审查所有娱乐产品,确保符合政府的意识形态,美国拥有创作自由的国家,在漫画界居然也有审查机构的存在。 美国漫画最初题材相当多样及开放,如超级英雄、西部、战争,以及恐怖类,完全式的百花齐放创作时代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对漫画批判也随之而来,由于漫画内容经常遭受家长们的批评,有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·魏特汉心理医生, 指称其为认为漫画导致青少年犯罪,为了平息批评的声浪,于是在1948年成立漫画杂志出版商协会。 漫画出版商协会引入好莱坞的出版商法典,限制了一些可能触犯法律或社会规范的内容,漫画符合法典的内容可以获得销售许可。 然而,这个法典并未得到普遍遵守,很多出版商忽视了它的存在,包括大型出版商如戴尔漫画,一些最初的协会成员也退出了合作,执行董事舒尔茨在1950年形容这个协会形同虚设。 1954年,美国国会举行了关于漫画的听证会,在这次听证会上,批评漫画的声音越来越多,这促使漫画杂志出版商协会的后继机构,美国漫画杂志协会的成立,他们基于漫画杂志出版商协会的出版法典,加强了漫画准则管理局的审核力度。 漫画准则管理局Comics Code Authority,简称CCA,于1954年成立,旨在对美国出版的漫画书进行审查和监管,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对漫画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的担忧。 在那个时期,社会上普遍对漫画的内容提出了质疑,认为一些漫画书中的暴力、性和犯罪情节对青少年的不好影响。 CCA的制定者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标准,限制了漫画书中出现的内容,这些规则的制定导致了漫画书内容的极度审查和自我限制,这导致漫画创作者只敢创作超级英雄类型作品,像恐怖和灵异类型是完全被禁止的。 这份1954年的漫画行业宪章的规定包括以下项目。 不得呈现罪行为引起对罪犯的同情,也不能煽动对法律和正义力量的不信任,也不得激发他人模仿罪犯的欲望。 如果呈现犯罪,必须呈现为肮脏和不愉快的活动。 警察、法官、政府官员和受尊敬的机构,不得以不尊重权威的方式呈现。 罪犯不得呈现为迷人,也不得激发人们模仿的欲望。 在每个情节中,善必胜过恶,罪犯因因其不端行为受到惩罚。 禁止过度暴力的场景,包括酷刑、刀枪杀伤、肉体痛苦,以及血腥和可怕的罪行。 漫画杂志的标题不得使用恐怖或恐惧等字眼。 禁止所有恐怖、血腥、淫欲、虐待等场景。 禁止所有阴森、令人不快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插图。 邪恶的故事只能用于说明道德问题,绝不应以迷人的方式呈现邪恶,也不能伤害读者的情感。 禁止呈现行尸走肉、酷刑、吸血鬼、食尸鬼、狼人、食人的场景。 禁止使用粗话、淫秽、低级、粗俗的言辞或符号。 任何形式的裸露都是禁止的不得有不当或过度的暴露。 不可接受具有挑逗性和淫荡姿势的插画。 女性应以真实的方式呈现,不得夸大任何身体特征。 不得隐喻或描绘非法性关系,也不能描绘强奸场景和性异常行为。 诱拐和强暴绝不能出现或提及。 禁止呈现性变态或任何类似的暗示。 裸露的目的不得为了博眼球或挑逗。 广告产品中不得使用具有淫荡姿势的裸体。 穿着衣物的角色形象不能冒犯或违反道德标准。 以上为该文件的主要内容,旨在确保漫画内容符合社会道德标准, 避免对读者产生不良影响,同时造成美国漫画创作榜首榜脚。 在面对CCA的种种限制后,引发无数的漫画创作者和编辑选择辞职离开。 漫威漫画作家斯坦里也开始构思退出漫画界。 他与画家杰克·科比携手合作,创造出了最后一部作品《神奇四超人》。 这部漫画在问世后迅速销量暴增,斯坦里于是抓住这股风潮,再创夹击。 斯坦里接着创作《绿巨人浩客》。 《绿巨人浩客》故事是有很明显的反政府思想,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了审核的,谁又知道。 《绿巨人浩客》的故事对政府权利和个人自由议题引起反思,这种怀疑精神符合当时的社会思潮。 斯坦里接着引入了更多真实世界的元素,他创造的蜘蛛人彼得帕特是一位青少年,他的生活和问题与读者更为接近。 同时,他并非完美无缺,有时会面临失败和挫折,这使得角色更加真实可信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漫画读者对内容多样性的需求增加,CCA逐渐失去了影响力。 在21世纪初,越来越多的漫画出版商开始摆脱了CCA的审查,采用了更加自由的内容创作。 最终,在2011年,CCA宣布停止对漫画书进行审查,正式结束了其长达数年的审查历史。 这次影片到此为止,喜欢这次影片,记得按赞加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,我是趣文纪录,我们下部影片见。